Units of Love 发起正面的进攻 所以他们是在争夺这个下水拳了 已经赶到了近点 Excel 选择了沉默 就在他们的身边 看到了 混作一团在你的脸上 将你击倒 知道 以为我没有露脚步 你就看不见我们一起着急的队伍 像NASQF也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提前竞选踩在我们的电台上 这个时候直接是对BOTBOLIS一顿打击 PARAGuard 最终是被Order所扫下 看一下这边 Umbra 他们还是 但是LUPS和Umbra会做一团 想打一个闪身枪 但是大盘机 射速有点不太够 切成M416 看到天上的投掷物了吗 有可能要落在自己的身边 在前面燃起了一团火焰 但两边去纠缠的话 可能双方都是河南进去 Sweave 高打低 这是一个背对面卡着 视野优势的一个强势反打 最终Umbra在岸边锁定了自己的胜局 没错 身法很关键 而这个时候 腰紧在FM的顶上转移 但这一步还好没被扫下来 但北北这还停车了 没有办法再去 不允许他继续往前进 还好三个 这把如果打得还不错 Navi的分数还能再往上去转移 简单来说就是一处目前排名第四和第六的一个斗争 不过排名第一的NVXQF是来到了他们的旁边 这个位置 NVXQF还是要以这个劝架为主 一队刷屏 哪位现在人员是已经所胜无几 最终被Para Boy以及Temple Storm共同的剿灭 是的这个时候赶紧摔队友来到前点 这个时候Temple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来了NVXQF他们冲起来了 不想给Temple Storm 4AM这里是把我腰紧四个P要的对付给他占据的 在极远的距离 4AM的小小剑隔着大概200米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远的距离下击倒了Rain 为NVXQF创造了一些机会 是的但这个点的话 现在Oder在直接压并且把这个分数给收掉 是的 那现在今年一个3打2 再下一个HH24 没有血量没有问题 Ling在此处一传三 是的 绝对是可以听到的 他也已经冲了烟 这边C9看到了Oder 血量不好打倒之后呢 哎呦这是一个很难服的位置 上的人来讲也算是好的 嗯 现在就是圈里面的位置优势非常极端 只有非常好的队伍和非常差的队伍 RNG就是那一支最好最好的队伍了 这个DM维克托算了吧 121发子弹 可能是觉得泼一泼水 万一泼到了呢 但4AM来到了Para Boy的脸上 像素33两个人火力车摇了起来 击到了Para Boy 这边要先把高点给拿下来 那现在NVSKF的第一个圈赛4AM的脸上 来到了Para Boy 薄弱的腹地 击中了Para Boy现在最转弱的背身 4AM这是一招偷天换日 直接将Para Boy的位置 将NVSKF的位置直接覆盖 是的 现在NVSKF应该是只剩下群民一个人了 位置大概应该也是被发现 是的 现在4AM接替了 还是掌握在PL队伍里 但同时我们还是有这么几个国际队伍的选手 在水里继续去拿取 还没分啊 看一看Gumi 看一看AGM 哎呀 现在他们的局势已经非常的惨淡了 阿萨P小小先锁定了Gumi的点位 一通扫射之下最终淘汰了NVSKF 是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4AM的奔数也是不断地在往上去找跟邀请 哦 Z9这个位置 也是现在占据着所有陆地的队伍 是 对于水里的国际队伍 依然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制地 也就是水里的队伍 因为他们确实不露 而现在想把这个场上陆地的选手先给他打完 然后自己继承这个陆地的领主拳 又是换座 我们可以看到啊 4AM应该是小小剑 又展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幻想下水吗 在这个位置 很难啊 还在游 哎 跳下去了 这是来自于4AM的跳水表演 33啊 33这边小智在架枪 33进入到了水中 发现了来自于那支北美机车队的EGMA 是 都是一个跳水 但这边像素可惜了一点 我们都说子弹的攻击上呢 可能还是要比像素稍剩一筹 但这边可以看到 4ANGRY MANS反而是转身淘汰掉了水里的wild card 来自于岸上的小小剑 33到水里面发现了wild card 赶紧叫了小剑 找机会上岸了 33下到水里面给队友爆点 不会 但是另外 哦 全是给到了4AM的33 包妖系来讲他是得处理一下了 那小智现在是把高点给放了 好 继续加枪 看到了Leader 要小心 哦 明皇 大盘机精确制导 以低打高 但是自己转身也被星辰所击倒 这个时候目前二级剩两个有效生存 一二级剩一个 三单是一个 这个决赛选还不好说 看到了大将军 两处对枪 大盘机之间的斗争 大家别忘了 他依然是有机会的 而Leader那边进来树脏眼底 而RNG的话相对来说尴尬一点 他只有这么一点烟 LG前面也是一个小数目 从圈内的眼底上来讲 LG可能更尴尬一点 尴尬的是LG 在2020国际冠军杯 极端圈形的海盗舞台上 看到最后如此接近的 一边大战 33 投了一个三分球 击中了清晨 击中了RNG 一对的心脏 他继续用手来去输出RNG 这边是在位置也是被发现 看一下投无线 拆了一点点 继续拿步枪扫射 扫射也压制了一些血量 让RNG现在也不敢继续 扶起自己的拳手 他继续 他还有最后一个手里 能不能再中呢 有点接近了 能不能直接 一雷两响 灭掉了RNG 来自于33 到4AM的三代 这里正面是个Leader的一打一 这个时候 他不一定知道Leader的位置 4AM一队已经在本局来到了十个淘汰 33拿下了三个淘汰 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跟大将军 跟Leader的核心成员 一为一的对抗 但这个时候发现Leader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完全慢的 33有严谨 锁定了胜军 最终 33 吃下了一击 这一击 让全世界听见 精英集结 他是谁呢 他就是 The style of full and green mess Mr.Holstein No.33 Svizz 33 让他 决赛圈之内的话 又让P要队伍一致的因素是状态 他们最善于调整自己的状态 说稍微的少了一点 导致说整体积分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我们看到第一眼 目前积分第一是来到RNG的71分 22.2的暴击30分10秒的 甚至架上三个击倒 我觉得对一个突击手抱向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